Hello, 大家好, 我是華麗接結的Kylie 好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今次其實想和大家討論一下澳洲做派款的情形和流程是怎樣的呢? 首先,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澳洲未來最新的消息 澳洲聯邦儲備的策略, 未來我們的派款的利息究竟是怎樣的 可以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歷史的低位, 現在我們已經處於一個另一個 希望接下來這個PowerPoint可以幫到大家 在這個低利率和低匯率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投資的好時機呢? 正正就是, 所以搞得我們每個人都很忙 今晚之餘, 我們都不會分落我們的客戶 所以今次我準備了這個PowerPoint, 希望可以幫大家做多些準備 是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們一次買屋, 我又不知道我合不合資格 夠不夠資格去申請這個首次事業的優惠呢? 那如果你是澳洲的公民, 也都未曾買過屋的話呢, 你就有資格申請的了 那你想知道更多的情形, 你不知道怎樣下手的話呢? 隨時找我們吧, 我們會有一個方案可以清晰地告訴你 是的, 亦都很多海外的朋友呢, 有海外收入的證明 亦都暫時呢, 因為這個疫情之下, 大家都來不了 但是在上網的流程裏面, 我們又可不可以做到派款申請呢? 其實是可以的 現在呢, 我們又聯同幾間派款的公司 和基金公司呢, 可以幫我們華麗事業的客戶呢, 去進行這個網上申請 亦都可以提供一個免費的 Pre-Approof 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知道, 自己的派款能力可以借到多少 或者我的還款能力又去到哪裡的話呢, 就快點跟我們聯絡啦 先知道自己的派款能力, 再去決定你去買什麼物業 這個亦都是個名字的選擇來的 因為呢, 所有的物業的種類呢, 都不一樣的 那你可以因應自己的需求, 而去定啦 今次的派款流程和資料呢, 就是 Smart Mortgage 提供的 那希望可以給大家, 華麗接的客戶, 多些的資訊 多些的案例, 成功的方案,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的 如果以上的案例和你的Case 亦都不一樣呢 如果你有想知道你的情況, 會不會又可以做到派款呢 那你請你可以跟我們的同事聯絡 或者上我們的 Facebook Page 如果有任何查詢, 或者資訊想知道的話 可以scan我現在的 QR Code 和我聯絡 我們會轉介你去一些適當的派款公司 可以幫你做個初步評估的問題不大 或者你想拿更多的資訊先, 那你就立即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Page 或者去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便了解更多啦 歡迎查詢